在信义区唱歌帮忙照辉募款 看似热心助人 但身为家族 进一补习班的小老板 私底下却被指控 多年前性骚扰 当时未成年的女学生 高一 她带我女儿去她们家 然后是她老婆不在的时候 研究说这个要怎么使用 靠近我女儿要亲她 一度讲到难过哽咽 因为女儿从小开始 就在这一间补习班一条龙上课 甚至长大后还来帮忙带小孩 对小老板建立起超乎老师的信任 但这样关系也比朋友更加亲密 没想到这名男老师 却在单独和被害人看电影 或是开车时时值紧扣 事后还传简讯追问 我们初来玩的细节 你不会全都跟阿嬷说吧 应该否论还对着我女儿说 是你妈妈 要我多照顾你 你怎么可以这样误解我 想要有一个道歉而已 想要我女儿心里的心结打开而已 为什么我们要承受 不止施安老师矢口否认 家人还传简讯威胁 要当事人多出去打工见世面 而不是制造自己的流言蜚语 社会局调查回函 认定这名老师已经违反而受法 但他却持续在校园当志工 已经被认定是不试任的 这个补习班的从业人员 这都很危险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 实际打给遭指控老师 手机转语音信箱 结告前没有回应 补习班少东曾经跨足选里长 当时学生一家人还全力相挺 事要获知性造真相 让做母亲的自责又心碎 但案件已经过了追溯期 只能提起民事诉讼 讨公道 三点新闻